就在24小时前,刚刚就媒体传出杜兰特可能重返雷霆的消息,当时ESPN的名记Chris Mannix表示,自己有内部的消息员,确认KB肯定有这种想法。 结果短短几个小时之后,美国训练营最后一天的一段视频公开,KB就赫威少在训练营中发生了半岁冲突,当时这样的情况甚至引来了坐在旁边休息的欧文,欧文赶紧跑上去,让两个人冷静一下,更是惊动了波波维奇,老爷子特意走过来劝了两人几句,他们这才各自离开了,连训练都能吵起来。 这样的情况下,杜兰特还有可能回雷霆吗?要知道俄成可没有一个欧文或者波波维奇来圈架,很难说他俩到底有什么大矛盾。 但微少和杜兰特都是有话直说的类型,他们之前最著名的就是联手对媒体,现在想让他俩继续合作,不说别的,就光是雷霆老大未知的问题,就得引发一些矛盾。 对,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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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